拍这个养生恒温杯的视频呢 我一猜就会有小伙伴问我能不能把这个水烧开 咱们实拍视频给大家看一下啊 看这个水开的咕嘟咕嘟的 可以烧开啊能烧到100度 四个选项 这个旋钮是非常有质感 颜值很高 查了一下其他平台也是赛售的 全部都要200多 咱们是60多收过来的 大家看一下这个东西 实用不实用值不值 我感觉平时煮个茶呀 或者是煮个咖啡 乐个牛奶什么的 还是比较好用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李小路简咒 今天咱们又收回来一批好东西 刚刚系完车 也是刚刚进库 全部都是原箱原件的 咱们呢就是实力书画 全部收的都是现货大货 给大家实拍视频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圈除的养生杯 恒温杯 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外包装盒 圈除 这个叫液体加热器 养生杯 咱们是直接从他们公司的云仓 拉过来的 所以说这个是正了八经的东西 绝对正品 然后这个材质用的呢 全部都是食品级的材质 厨房交给圈除 私油还给私底 这个是大牌来的啊 这个圈除呢是上海 纯米公司旗下的一个高端品牌 主打的就是颜值 还有这个青蛇风格 它在小米生态链里面 也是属于元老级别的企业 像米家的什么电饭锅 电饭宝 都是这个纯米公司代工的 小米生态百亿俱乐部公司 这个年销售额的话 都是一百亿以上 所以说也是大公司大品牌来的 大家看一下 全部都是现货 咱们拿到办公室 给大家拆封一个 看一下 好 刚才忘记说啊 它是两个颜色 然后有白色的 还有绿色的 大家看一下 更喜欢哪个颜色 然后整个机器看起来 这个颜值是非常高的 而且它运作起来 就是工作起来 这个声音是非常小 不像咱们那个热水器 开水壶是吧 烧水壶那个声音很大 这个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声音 而且也是可以把这个水烧开的 烧到一百度 没有任何问题 有四个功能 大家看看 有烧水 还有花茶 牛奶 包括这个咖啡 四个功能 这个旋钮的质感是非常好 里面还带一个这个杯子 包括勺子 大家看一下这个素工 包括细节 使用的材质 也都是非常好的材质 高鹏硅的玻璃 这样一看的话 就能看得出来啊 非常的透明 是吧 非常的透亮 不像一些低端的 就是同类的产品 一看就是比较劣质 看这个盖子 素工还有细节是非常好的 包括这个小勺子 这个应该是搅拌用的 是吧 也是304的不锈钢 都有标识 这样一看的话 就是蒸了八井的东西 绝对不是一些低端或能比的 咱们60多收过来 大家看一下值不值 然后底下这个是加勒盘 很重啊 拿在手里面很有分量 而且它这个外壳材质 也不是那种略质的塑料 这个摸起来 有点磨砂的感觉 大家看一下底色 这个信息 反正这样一看的话 就不是那种 低端的 或者略质的那个东西 能比的 毕竟它这个官方 一栏赛售啊 200多 咱们是60多收过来的 所以说肯定算是非常简胀 然后里面还有这个使用说明书 它介绍了这个四个功能 是吧 工作的这个时间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像煮水的话 应该是35分钟 你看 花茶的话 时间最少是40分钟 然后还有自动保温 6个小时的这个功能 大家看看 现在已经把这个水烧开了 可以烧开水 直接加热到100度 没有任何问题 咱们呢 也是实拍视频 大家听一下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噪音啊 很安静 不像那个烧水壶是吧 声音很大 但这个 基本上没有什么声音 只有这个水咕嘟的声音 很好用 这个冬天的时候 是吧 乐个牛奶啊 煮个牛奶 煮个咖啡 煮点花茶什么的 还是非常实用的 好 本期的视频大概就是这样 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关注一下 离小路减肉 后期有更多更好玩 更便宜东西 我会分享给大家 拜拜 我们下期见